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茶汤慧 这集呢没有新闻 但是我想要帮我朋友问个问题 最近因为新庆案的关系 然后房市的价格就一直在往上涨 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新庆案啦 只是这个是主要的蛮大一个原因 那就在网络上看很多专家说 会不会这些带新庆案的人 等到交屋然后宽限期一过 要恢复正常利率的时候 导致他付不出来 那会不会这个状况 让房价有下跌的可能性呢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 其实最近真的蛮多专家在担心 我们知道有蛮多这种不那么看好的专家 一直都有在讲嘛 就是说等到交屋之后 然后宽限期一过 这些这个可能能力不太足的 就搅不起房贷了 就会把房子拿出来抛售 那的确呢也有看到一些比较看好房市的 也有一些这样子的隐忧啦 但是我这边给大家另外一个看法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妨列入 你自己这个思考的这个思绪当中 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最近央行限缩第二户到六成 对不对 市场上有一些换屋的在哀哀叫 对不对 换屋的在哀哀叫 可是你很少看到 那个多买一间的在哀哀叫 也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买第二间的大部分都是你可能手上也有一点点啦 那也有很多专家在说 其实这一次央行的动作 对这间买第二户的影响不大啦 有些许影响但影响不大 那主要呢没有达到痛点 因为这次辛勤案呢 作用的确就是在这个自住房 这个首购的部分比较多 那市场上看到的数据呢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就等于是很多的年轻的小白 可能有机会就开始买自己的房子啦 不一定只是年轻的小白啦 反正就是首购的部分啦 好啦那这些首购部分 大家会担心说 他会不会去膨胀自己的信用 然后呢到未来 可能开始缴不起 所以会担心他们就是说 可能到后面教屋啊 可能就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啦 那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 他们都是自住 多数啦 比重来看 很多都是自住房嘛 自住购物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等到他缴不出来房贷的时候 他想赶快卖掉嘛 那他卖掉以后 他住哪里 住家里 家里的 他家里卖掉啦 老家 回去老家住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他买房子 就是因为他老家那边 可能不符合他的工作需求 而且再来是 这三五年当中 他是不是有可能结婚了 那这个时候 全部回老家住吗 还是说老婆本来就觉得 有房子 可以自己一个小家庭住 现在突然要搬回婆家了 然后就离婚 会不会 蛮大的可能性 好啦 那我就问啦 这些人是不是最后要租房子 他要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 然后租房子 对不对 我今天我是投资客 我就等你啊 那这样子好了 你要卖房子 对不对 那我跟你买 你不用搬 你不用急的搬 我租你就好了 你这样子搬还很累 反正你现在出去外面找房子住 一堆人在卖嘛 那些卖的人 都是要租房的人 他不是第二屋啊 他都要租房的人啊 那我直接跟你买 然后你来跟我租 不就好了吗 你还不用搬家呢 你这边住习惯了吧 听起来好像很划算 对不对 好 那我买了以后 来 我个三年宽限期 宽限期之后 我要嘛涨租金 我要嘛 我房子卖掉 下一个房东 可能来跟你涨租金 我请问一下 你不是一样把钱在缴吗 对 而且你还有可能是 你到时候被涨租金 如果我今天是投资客的话 我不就在等你吗 没关系 我们就租金先便宜一点点 现在你有时间了 我就是买了以后租你 你今天不跟我租 你也是跟其他的投资客租 我就讲举例 可能有100个 这种新清安的首购的自助客要买 刚好有20个投资客要买 刚好把这100间买完了 那我们就租给你们这100个人不就好了吗 当然没有错 没有那么等号 那我的意思是说 最近这些人 我认为他们如果有能力撑 他们一定会撑到底 是因为 最近因为新清安进来买的人 他是真的多数 多数都有自助需求 他要搬进去住的 你等他真的宽限期五年住完了以后 你觉得他会舍得吗 那他可能 我今天去别地方租 就租到比我原来乌龄还更老的 结果房租还是一样 可能我学区要换等等 这么多麻烦的问题 我觉得基本上他能够坚持下去 他应该是会尽量坚持下去 如果说他会崩的话 我觉得很多投资客就要进场了 反正我就跟你买卖了以后 我租你 你不租没有关系 还会有其他别的租客租 尤其现在房价如果高到一个程度 是让很多原本可以进场的 又没有办法进场了 那租屋市场应该还就是稳定了 对吧 你想要到大城市 或是你想要到好的地方工作 这些房子你势必都得租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有像专家讲的 有很多人搅不起 然后要把房子拿出来抛售 但是抛售完后面接手的人 他一样有租客 你今天你会痛苦 是因为这间房子是你自己买 你自己住 但是对于投资客他不痛苦 是我买下来我可以租你 我收你的租金 我就可以来cover部分 对吧 我等到房市能够掌握 因为我撑得住 房价上来一点点 房市稍微热落一点点 我再卖掉我就获利了结 对吧 所以如果说很多撑不下去 然后产生这样的状况 蛮多投资客会高兴的 我讲真的 所以像有些我们在频道里面 有留言会希望说 这个赶快跌 跌对 第一批下来就是这些真正要自助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投资客 或是自产客 真正在自助的人 然后你就是捡他们的便宜 但是你可能动作 还是比投资客来的慢 因为你还是要考虑 投资客可能就像我刚才的角度 没关系 你要多少钱 买了以后好我租你 我先有租客 我可能没有办法五年宽限期 我这三年宽限期 OK没问题 我先租你三年 等到三年之后再回来就好了 再来景气再回来的话 或是不到三年 中间景气还不错 我可能就卖掉了 对吧 他这些人他卖了还是得租 所以如果你是买来自产 要找租客的话 那这些人就变得是你的客户了 所以你觉得投资客会不会进去买 会 那个时候你能报住就报警一点 你最好现在在开始要买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时候的状况也考虑进去 如果说你那时候遇到这么大状况 除非是真的是工作或是临时的变故 那如果说正常 你还会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代表你一开始没有考虑清楚 那就真的不要怪人家 你这个时候被人家当韭菜哥了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但是当真正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 相信我 这个投资客动作很快的 非常快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方式 不少投资客也会用 我看完你的房子 你就不用搬 我就直接租你 我照附近行情租你 这样就好了 反正接下来要的东西 我都已经先算好了 我只要算好 我可以 这一个计划是可以的 那我就照计划实施 只是可能它是三年后 我才有机会获利 所以我也不怕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航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大家